这期新闻先带您看到 桃园三级棒球队在国际赛事表现突出 已经取得了亚太区少棒次清少棒两个代表权 选手预计8月10号要前往美国来争取世界冠军 那么桃园市长张善政特别为学生授旗 并且颁发两队各120万元的培训补助金 期盼他们能够有好的表现为国争光 桃园三级棒球队表现亮眼 少棒与次清少棒都拿下LLB亚太区代表权 桃园市长张善政一一颁发表扬状 并制赠两队各120万元的培训补助金 为两队授旗 期盼他们有好的表现争取世界冠军 他们前一阵子分别拿到亚太区少棒 跟亚太区次清少棒的代表权 马上要到美国去争取世界冠军 我们桂山国小 过去已经拿过好几次的亚太区的代表权 那么新民国中也是更不用讲 过去甚至拿过好几次次清少棒的世界冠军 这次他们承载了我们国人的期望 希望他们在美国能够继续维持过去的佳基 再把我们的奖杯端回来 让我们国人以他们为傲 LLB亚太区少棒代表权由龟山国小取得 这是龟山国小第三度获得这份荣耀 选手目前仍在调整战力心态 预计8月10号前往美国威廉波特挑战世界冠军 外国的选手都体积都非常高大 然后实力一定有一定的水准 然后我们要比别人更努力更认真的练球 至于次清少棒亚太区代表权由西米国中取得 西米国中战绩辉煌曾四度获得世界冠军 两次亚军 这次将前进美国密西根州 有望将冠军荣耀带回台湾 我的首位只是外野 然后就是最近有那个生病 然后希望可以赶快调整回来 赶上我们同学 然后希望在世界赛可以拿好成绩可以拿冠军 可惜的是小马联盟亚太区锦标赛 中华队取得冠军后因球棒争议遭日本取消资格 中华队向美国小马联盟总部申诉后 得到的结果仍是尊重日本决定 结果虽然遗憾 相信中华队仍会再接再厉 于下一场赛事重返荣耀 哦 背景虽然对不合格好